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拥有超过20年的善别辅导的经验 多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客气 Alice 我也想问一问 因为我们现在经常有个名字 她形容这些自杀者亲友 也叫做自杀者遗族 在一些报道里也提到 其实大家都知道自杀是很难堪的过程 对自己来说 但他们的哀伤过程 和一般人经历喪生的哀伤过程 有什么不同 其实一些自杀者家属 他们面对的哀伤 有一些部分 其实跟一般的喪生家属都很类似 可能他们都会很触景伤情 很多思念 或者可能夜常生活上 可能睡得不好 吃得不好 其实都有些相同类似的部分 但我想因为自杀这个议题 亦都令到他们的经历 有些很独特的情况出现 包括第一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标签效应 因为整个社会的氛围 我们都会对于自杀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标签 就会觉得自杀的人是耐弱 自私 不负责任 又或者家里有人自杀 可能代表这个家庭有问题 或者是否不够关心他 是否有精神病的问题等等 所以你可以发觉 其实自杀者家属 他们除了要去面对 一般的一个喪生的历程之外 其实他们是背负着这些罪名 去走这条路 所以那个过程是特别艰辛的 另外 还有两个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第二就是 他们要问很多为什么 很多喪生家属 其实他们都很自然要去理解 那个死亡为什么发生 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会手术失败 或者为什么车祸会发生 但自杀的情况就更加复杂 是因为很难理解 为什么人无端端会伤害自己 会沉死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时候 困住了一些喪生家属 令到他们可能重重 不停在那里 loop着去糾纏着一个移环 最后就是一个 感觉被遗弃的一个状态 因为自杀者家属 他们的亲人 是他们自己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例如癌症病人 我老公是抗癌斗士 他们很勇敢坚持到最后 但是当我的亲人 是自己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想对于家属来说 他们会问就是 为什么他没有想过我呢 我是不是不是一个好老婆呢 是不是他觉得我不够爱他 我帮不了他呢 很多自我质疑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带着一个怀疑自己的能力 怀疑自己的角色 严重得不好的一个状态 其实在一个安装路上 都是特别困难的 听上去其实都是很百品百感交责 有自责 亦都有很多的问号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感觉都是 挺不容易处理的 还有我们都经常听到 当家人如果真的自杀过身的时候 通常这群亲友会听到 那个说话就是说 为什么你不看着他 如果不是你 他就不一定会这样 他在你多年临床经验里面 其实他们的压力 有没有什么压力呢 除了听到这些说话之外 其实这些说话是很伤人的 因为好像刚才所说的 我们面对一个死亡发生 我们都会想去理解这件事 为什么会发生 但是自杀又很难明白 但是整个社会 其实我们都会发觉 我们会过分简化一个自杀的原因 大家打开报纸 你会发觉自杀来到那几个原因 就是违情 工作压力 仿佛好像一个原因 就会令到一个人自杀 但是其实所有研究 我们都会知道 其实自杀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一个问题 其实有很多外在的 内在的 个人的成长的 或者经济 工作 社家 等等等等的压力 令到一个人 可能去到一个程度 是他们觉得 不能面对这个压力 而最后做一个这样的选择 但是当家属他们 不可以去看到一个这么复杂 这么全面的画面的时候 他们都会好像坊间很多人一样 理解不了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内化了 是不是我做得不好 是不是我不够关心他 如果身边人都加了一把口 去用这些方式去理解自杀的时候 就更加会令到他们 多了这一份内疚感 所以其实反过来 更加应该帮他们看到全面的一个状况 就是其实自杀 不是因为单一一个人 做了一些东西 或者没有了一些东西 就会令到一个人自杀 其实反过来 你应该要看到 原来其实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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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复杂的因素 令到一个人 会面对一个这么沉重的压力 而导致他最后会做一个这样的选择 那我就跟进了一问 刚才说 可以自杀到一个人的感觉 就是很多人经常都说 比如你有勇气去死 听得最多就是 为什么你没有勇气去生存 但其实对于自杀者的感觉 内在感觉来说 其实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因为他太痛 所以他才要这样去做 其实文献上有一个 term 叫做side ache 就是心理的痛 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尝试这样理解 自杀的朋友就是他们 因为刚才我们说 这么多这么多 内内外外不同的压力 而导致他们面对一个 他们一个 不能承受的一个心理的痛 而去到最后 他们会做出一个这样的选择 所以我会看到是 这个选择我们未必要认同 但是我想我们都要尝试要理解 其实自杀者 其实他们都经历一个很沉重 很困难的一个挣扎的过程 明白 另外呢 有些人就会这样说 有些亲友好像就是没有事发生 就是好像遇上 譬如家人自杀过身 好像日常生活的医教 出不了情绪 或者不会哭 就被人说麻木了 其实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的 其实我估计有两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一些很突发性的创伤事件 人就会有一个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 就是这个叫做自我防卫机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尝试去保护我们身体 令我们因为太沉重了这件事 我们可能怕会崩溃 会崩溃 所以我们身体就会好像帮我们删了一个杂 这样 就会删了那个感官的一个系统 于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家属 在最初阶的时候他们会跟我们说 我哭不出 我好像没有感觉 或者我很理性 我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为什么会越来越差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常见 尤其是在最初段的时候 一些麻木 可能出不了情绪的一些状况 都是一个常见的一个 我们会见到的一个现象 另外一个角度我会理解 就是文献里面都会说 其实哀伤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其中有两种我们会常说 一种就是我们所谓一种直觉型的 intuitive 就是我们一般我们理解就是 常见会哭 会流眼泪 会很多情绪 会跟别人聊 分享感受 就是那些情绪会很直接表达出来的一种模式 容易觉察一点 是的 这个是我们很传统觉得哀伤是这样的 但是另外一种哀伤模式 就是所谓工具型的 instrumental 这类朋友他们的哀伤模式 多些就是透过行动的 可能他们会尝试解决问题 帮忙解决后事 遗产 或者程序上的东西 或者可能他们会尝试去思考 可能他们会看很多书 看看宗教怎么说 或者看不同的医学书 或者看不同的医学书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他们用思考模式 用行动模式 用解决问题的方式 去应对哀伤 这些朋友的确实 研究说 他们的哀伤程度是小一点的 所以 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应该要哀 所以那些少些哀 或者没有那么多用情绪表达的人 我们就觉得是否他有问题 但其实文献说 其实没有说哪种好过哪种 只要那个模式 是回应他那个 喪生家属 他里面的一个状态 和需要 已经是一个合适的 一个哀伤模式 所以我估计 这个很多时候 一个家庭里面 就常见的现象 就是和一个家人过生 但原来 家人A 就会哭 家人B 就觉得 不要哭 我们解决问题 有时 大家会互相自责 这是一个 很可惜的现象 反而 好像刚才我们说 其实没有说哪个好过哪个 反而找回自己合适的方式 和大家可以互相去明白 接纳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 一个回应的方法 大家一起面对 其实是最好的 谢谢Alice 我们清楚了 原来自杀者亲友的内在感受是如何 最重要是尊重每个人 自己处理自己情绪的方式 下一节 会继续有Alice 和我们分享 究竟我们如何支援 一些自杀者的亲友 下一集再见